原来犯罪分子很可能是采用了分批运输的方式 才能在不使用货车的情况下 将这么多的牛运出案发现场 尽管确认了两名男子就是犯罪嫌疑人 但由于他们都将其脸部遮挡 使得警方一时无法确定其身份 于是警方对面包车的车牌进行查询 这些嫌疑人都很狡猾的 他们往返一次可能就要换一个车牌 他的车用的是套牌 全是假的 通过那个套牌查不到真实的车辆做的情况 这肯定是牢骚 最起码他有这个反侦察意识 他知道公安有这些技术手段 侦察手段 他才会去做这种防复 不过这些把戏仍然无法逃过警方的视线 很快通过侦察研判 警方找到了这两名嫌疑人的踪迹 他去了南昌 去了南昌的另外一个南昌县的套牌 我们就发现他是不是又想换作案车辆 那么我们就推断他可能要快要作案了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 办案民警发现 这两名嫌疑人再一次来到了禁贤县 这正是一个人赃巨货的抓捕时机 因为我们知道他是要 他每次做案他是多次进出的 然后我们就在那个卡口等着 等着等他第一趟出去以后 第二趟进来的时候 我们就跟上这辆车 跟踪了一段时间后 民警发现 可疑面包车在一个路口边停了下来 两名嫌疑人也纷纷下车 向牛棚走去 看到这个情况以后 我们在安排轮员 就埋伏在周边 埋伏在周边 等这趟车第二次做案案 当时正下着小雨 四下寂静 民警们早已是浑身湿透 但是他们都一动不动 等待时机出现 过了一会儿 几个黑影出现在了他们的视线里 发现他过来的时候 是两个人一起过来 穿着雨衣 全部遮住了 当时是牵了三头牛 就在这时 埋伏在周围的民警 如箭一般地冲了出来 新闻